一棵白菜一萬韓元 換算台幣一棵就要兩百四十元 中秋過後天氣轉涼 零白菜價格會下降 但今年南韓酷暑一直持續到秋天 白菜不耐熱 南部地區又下大雨 整體價格比往年大幅上漲 原本應該要翠綠的菜葉 因為天氣關係幾乎整片作物全都變白 賣相差價格高 不止菜農心在躺血 攤商也同樣無奈搖頭 更有網友發文說 在超市貨價還看到了 要價兩萬二韓幣的白菜 一棵換算台幣五百多 根本已經比韓牛還要貴 不少人更直呼價格實在太瘋狂 今年已經決定放棄做泡菜 就連蘿蔔也是每根要價台幣九十三元 比去年同期高出了百分之六十九 為了補足白菜需求量 南韓打算從中國進口新鮮白菜 超大型超市和傳統市場鋪貨 只不過成本和品質往下滑 最後還是得看消費者買不買單 在新聞 黃泉宇報導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